威廉瓊斯杯國際籃球邀請賽 在今年即將邁入第40屆 而瓊斯杯對於國內的球迷來說 絕對是一場不能錯過的籃球饗宴 我覺得對於很多的朋友來說 暑假到了就是瓊斯杯的季節 就是我覺得就是 寧俊沒有國際賽的時候 大家還是可以看到中華隊的籃球賽 對於國手們來說 每個人都有自己專屬的瓊斯杯回憶 不過中華男籃新生代後衛 陳寧俊的回憶好像有些特別 印象深刻是因為那天就是觀眾特別多 然後就很平衡我們也肯定全力 然後我們家的碰口 那天也拚到全身抽筋了 然後就躺在地上 然後後面送去音樂 然後大家也去看他 所以我會覺得 大家就是蠻拼命的那一場 而中華男女籃在今年 都會派出兩支隊伍參賽 不僅把瓊斯杯當作 八月份亞運會的重要測驗 也是新生代好手 能夠展現自己的好機會 就是蠻期待這次瓊斯杯 能對到的是他們國家的亞運哥哥 那我們就可以在亞運前 先跟他們先較量一下 也是盡全力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然後也是教練如果上場 要交代我去守住 可能對方的大哥的話 我也盡我的全力去把他守住 喜愛籃球的朋友 記得到新莊體育館 替中華隊加油